火龙果 小朋友,和多多一起画一个好玩的火龙果吧 我们先用凹凸不平的弧线画出表皮 然后为火龙果画出表面的凸起 接下来画两个圆形 最后再画出果实内部的黑色种子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我们先用绿色的笔为凸起勾边 然后用鲜艳的粉红色为火龙果的表皮上色 均匀地涂满每一个角落 最后继续用粉红色的笔为表皮上色 将果肉留白 哇哦,一个超有趣的火龙果画好啦 小朋友,你学会了吗? 后面有详细的步骤图 你可以跟着多多再练习一遍哦 下一期视频中 多多会和你一起画一颗绿绿的芹菜 小朋友,我们不见不散哦 好 好 再来 好 好 ș